这个类别它是隶属于哪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会觉得说老师为什么这个类别 为什么那个JRP它要import 它才可以用 可是你会发现integer它也是一个类别 那为什么它不需要import就可以使用了呢 那特别注意一下 我把油药放上去 因为呢 这个类别它是隶属于哪里呢 java.lag 这个套件 只要是java.lag已经内建了 它已经预先预载入在java里面了 你就不用再import了 这个是预载的 这有点像 这个JRPChampaign有点像我之前讲过 有网路卡 可能没刚出厂的时候 有些主机里面没有网路功能 那你另外插一个卡 另外你要去买嘛 那JRPChampaign有点像 你一出厂的时候 主机板已经什么了 已经onport 已经就是已经内建了 已经onport在上面 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再购买了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说你将来呢 只要是这个java.lag里面的这个后面的东西 就不需要去做那个 呃再去做import的动作 那里面的话当然哦 我们如果要把它转换成整数是integer 那如果转换成double就double点 后面其实都是用点valueof 就可以把它转换过去 那转换过去之后的话呢 会取得a跟b哦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这个取得两个值 然后让它相加 秀出结果的话 我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直接执行 好那你会发现呢 跳出来之后呢 请输入a值 那a值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随便输入一个值 输入一个5好了 按一个确定 那这个5哦 输入之后它是一个字串 输入之后是字串 那因为我有转换 所以把它存在a这个地方 所以a现在就是5了 ok 那b的话我输入6好了 ok 那按确定之后 它会把字串 转换成为整数 再放在b里面 按一个确定之后呢 就执行这一行output 那各位可以看到 output之后的结果呢 会在主控台里面呢 会秀出什么呢 秀出 有没有 乘法运算 这个字串 再加上什么 加上这两相成的结果 所以秀出来是什么 乘法运算 冒号30 ok 那底下的部分 我想呢 因为这一题里面呢 上礼拜有讲过说 它除了在四之二的 三之四之二这个里面呢 有复数啦 有成啦 有除 你也可以怎么样 自己在做一个练习 也有除 也有余 所以你可以一直往下去产生 这个不一样练习题 那产生练习题的方法很简单 你就按右键 新键一个什么 类别 那就可以换下一题 换下一题 底下的话 我想还是要花点时间去练习 那主要让各位了解就是说 在那个加法里面的 比如说负数 还有乘法 除法等等的这一些 还有另外就是自串 怎么串接 那这一题还有公式 等等的 让各位了解就是说 怎么去做运算 我想这部分的话是上个礼拜最后讲的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 再来就要讲有关于那个条件控制叙述的部分 在各位的那个 我们今天要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 今天先来讲那个第四支八月这边有一个 四支八月这边有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呢 有讲到一个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从外部取得资料的话 外部取得资料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scan的一个类别 这个 都可以用